在這影片之前我要先提醒你 由於時代變更 有些影片確實過期了 有些影片還是能參考 因為3.21跟3.22根本... 嗯...其實沒有變 你家子還能參考的影片 還能參考的影片我都會放入播放清單 一看就知道 但要記得章節流程基本觀念都是一樣的 只是有些技能寶石可能被移除了 或是有新的破更快的方式出來了 天賦點法也是每季都在變 如果你是老一點的玩家的話 知道如何隨機影片跟調整的話 那看舊版的技能串連還有天賦點法 對你來說也是有幫助的 這部影片則是3.18的火系法術拓荒的復刻版 來自這次新A5的世界紀錄地道者 iXL的VOD 哈囉我是魔貓 這是章節手把手教學系列 這系列的影片會教你各種職業最有效的拓荒技能還有配法 幫助你度過痛苦的章節時期 這些都是參考speedrun大佬的VOD所研究出來的打法 下方也會PO出我參考的對象還有影片 這些配置在過完章節後 至少都還有能夠刷白圖的能力 可以漸漸轉換到你終極想要玩的流派 建議你在觀看這系列之後 也要找好自己心儀的後期流派 來選擇適合你的拓荒方式 在影片最後我也會介紹這個拓荒技流派 適合轉型的流派還有後續建議 這些應該可以幫助你讓章節沒那麼痛苦 應該啦 先講一些關於章節speedrun的基本知識 這些東西只要知道並且盡量實踐 就能夠讓你過章節的速度大幅提升 第一個 利用動射複製貼上快速找商店所需的動射 下方附上的試算表有全部流派都能夠使用的動射 依照你所需的動射複製哪一條 在商店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第二個 不要衝塑陣 我知道那些金裝很誘人但不用一直剪 只要剪夠用就好了 利用蛻片時打上後退抗性的工藝 只要在第二張第三張的時候 就能夠把抗性給搞滿 所以我們只需要鎖定動射還有連線隊就好了 畢竟就算剪得過度好裝 動射跟連線不對也是往然 後續打圖鑑定的裝備更好 裝得更高更容易出現好遲 到時候再剪也不遲 鞋子可以盡量多剪看會不會有高跑處 其他就滿了回家再賣就好了 第三個移動技能 雙靈之順是遊戲裡面少數的立即施放技能 也就是沒有施放動作 只要你沒有被控場 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使用 包含可以取消技能的後搖 利用這方式可以去取消盾衝還有月擊的後搖 只要習慣在移動技能的尾巴按下雙順 久了之後你就會知道技能的節奏還有取消後搖的方式 而所有的移動技能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連續使用會有攻擊施放的延遲 你可以嘗試連續烈焰衝刺兩次 你會發現第二次烈焰衝刺明顯較慢 但如果你一邊走一邊把烈焰衝刺分配到一秒一次的話 反而就不會有施放動作 同理、月擊、盾衝都是一樣的 走一小段路再按就不會有連續施放的動作 只要習慣這件事情同樣的路程你就可以走得更快 第四個,用施轉錶列出章節流程 在下方有我列出來的章節流程 雖然並不是專屬於某個流派了 但是仍然能夠通用 因為章節就是這樣走最快 可以在每一章開始的時候看一眼 去幫助你整理這章要解哪些支線任務 該先往哪裡走 最後提一下,因為在3.21之後 猛攻輔助寶石跟點傷法權杖的那些配方都被移除了 這會讓法術拖荒起來稍稍辛苦一點 所以如果你看到先前的拖荒影片有提到這兩個東西的話 請自動把它們給刪除 這次介紹的是火系點燃拖荒 XL在這次SLCOM僅差一分鐘,影恨一萬美金後 在接下來兩週的實況不停的瘋狂練習 甚至在上週打破了SLCOM世界紀錄 一小時零二分 竟然到了一小時零一分 為什麼點燃會那麼強呢? 點燃會在前期那麼強,來看編點史的數據 每秒的傷害為該次火焰傷害集中的基礎傷害90% 在增加更多加成與抗性計算之前 點燃的基礎持續時間為4秒 因此目標將承受360%的基礎傷害 換句話來說,前10等不考慮任何的串連 你使用熔岩翻騰成功點燃敵人後 這個敵人會承受熔岩翻騰100%加360%的基礎傷害 足足等於別人丟4.64招 這也是為什麼點燃拓荒會屌虐其他任何的選擇一大劫 在靈體玄武被削弱之後 點燃拓荒一直都是法術職業最快的選擇 配上元素擴散 為什麼這裡要放一顆完全沒有傷害的串連寶石 我這邊放一顆傷害不是更好嗎? 元素異常的邏輯是這樣的 當你打到一團怪的時候 每一隻怪獨立計算元素異常是否成功 如果你只有25%點燃機率 打中一團怪共有四隻 只要有一隻被點燃 元素擴散就會立刻判定所有人都被點燃 這也是為什麼元素擴散會一路用到點燃擴散的原因 打群怪的時候只要一隻點燃幾乎就等同枕頭死光 為什麼選擇用熔岩翻騰到末日烙印? 熔岩翻騰自帶點燃機率跟高機傷 是最合適的火焰技能 末日烙印則施法更快 又會自動造成傷害 之後配上熔岩送葬 熔岩送葬的效果需要有屍體坦的觸發 一次能最多召喚三個火山 所以我們還必須多帶一個褻毒 但是打章節王的時候 把三個火山開起來配上火烙 火牆放在火山上 讓所有的小投射物附加火牆的傷害 盡量永鋪在毅然降抗 湖裡發酵的一堆亂案 然後張節王就死了 至少要不要走 連攪拌出名氣 用來加湖犬ации 跟龍頭的白骨 搭配外向下 點燃機率 要燃機率 使用來加湖状 來加湖状 拍外出《宝有火吉星》 用來加湖状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邊是我推薦轉的流派 由於本片為新手項 所以我這裡不會提供任何的全新流派構築 我知道你們很想看到什麼 戰法點燃元素石啊 新的圖騰輔助配勝中 或者是關於新的守護者召喚等等的 但這些流派強度都不明 也沒有攻略可以參考 我只會選擇幾個聯盟以來 一直表現很好的選項 來幫助新手能夠穩定他們的拓圖體驗 元素石玩點燃一直都是熱門不死的流派 網路上都找得到這些熟悉的資源 使用忍者網或關鍵字都能看到完整的build 雖然中文的資源不見得充足 但只要懂使用忍者網 多方比較各個機體 會幫助你更快理解這個流派的本質 點燃EK、點燃爆料鍵圖騰、點燃火圈、點燃獅爆 其中我最推薦的就是點燃獅爆 獅爆的傷害上限雖然不如其他的點燃流派 但是前期的啟動可以做非常快 幾乎沒有任何的成本 關於獅爆你可以參考我的影片 版本上幾乎沒有影響他們的強度 再來是判官還有聖宗 判官的拓荒主流就是正火判官 而正火判官就是你靠近敵人 敵人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總有一天他會被燙死 然後你自己大概也不太會死 聖宗則是四倍火烙印跟法術圖騰 四倍火烙印可以參考這個影片 也有提供我拓荒的VOD可以看 法術圖騰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除了最大宗的冷凍機、冰霜脈衝圖騰之外 其他都有人玩 選你中藝的那個就好了 當然我個人是推薦玩冰系啦 因為韓燕仍然沒有被大改落 玩冰系的優勢還是太大了 大概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留給下面留言 我是我貓,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沙 sustained 了解